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 歡迎收看九點熱話題 我是楊晴 首先帶您關心的日 明天就是520的就職總統大典了 就在賴慶德上任的前夕呢 民眾黨在民進黨中央前 號召集會 抗議蔡政府8年開了拔拉票 大家人手一顆拔拉到場 而且民眾黨估計現場超過8000人響應 拔拉到 賣個票 拔拉到 賣個票 人手一顆拔拉諷刺民進黨8年開拔拉票 刻意選在民進黨中央前 日子更是準總統賴慶德上任前一天 其實老百姓最關心的還是通膨 高物價 反正就是沒有電鍵用 就是把問題解決好了 不要老是 遇到停電就怪是小動物 我們5月21號 我們幫台灣來賓 完成國會改革 好不好 好 好 詐騙停電四大訴求 要在清德上任後好好面對 現場喊出8000人 我是一個堅定的台獨分子 不是台獨歸孫耶 現在在吊蝦的那一個 網紅館長也現身一起向綠營算帳 支持者除了手拿八勒 更有民眾賜費5000元 買了420朵 向日葵 當年我也有參加學運 但是我是沒有衝進立法院的 我現在因為有柯文哲 有黃國昌 到哪裡我就永遠支持他們 跟我不一樣 我不是那一群年輕人 但有人力挺 也有人怒嗆 繼續做亂 好 希望請看 畢竟國會改革法案還沒選完 不少人是因為黃國昌而來 因為開現場 山日葵 巴勒加上蔥玩偶 跟今年1月13號開票之夜比起來 小草識別似乎少了些 我們不要讓任何其他的事情 模糊了問題的焦點 今天最重要的就是這個芭樂 不想讓活動失焦 但最後也沒忘這樣號召 能夠有更好的生活 我們一起幫柯文哲主席加油 今天的這場集會活動 還出現了意外嘉賓 那就是雞排妹鄭嘉純 以自媒體身分到場 向黃國昌提問 但沒有得到正面回應 不過除此之外 還有公民團體詐騙自救會到場 表達對執政黨的不滿 民眾黨抗議活動 IMB詐騙自救會 也捧著白色康乃馨現身 我們有很多的陳情都被打回 沒有人理我們 蔡英文你是台灣的媽媽 你讓我們在空中庫夫妻 像孤兒一樣的投訴無門 要為自己的媽媽發聲 IMB自救會 不滿民進黨對整起事件 毫無作為 我們要求加重詐欺行車 最高死刑 赫止詐騙產業 還我們一個公道 讓詐騙集團重判賠償 而不是送到外遇間 與提早假釋 還有全國外送產業工會 也喊出訴求 2023年的9月 因為兩大平台聯合砍薪的問題 所以公平會說要立案調查 結果立到現在 什麼屁都沒有 什麼消息都沒有 公民團體搭上民眾黨順風車 表達對執政黨的不滿 但原先說會響應的新黨 卻只見車不見人影 不過人群之中 他們卻突然出現 要不要上帥詐騙集團 快要上帥詐騙集團 要到場 以自媒體身分提問黃國昌 沒想到民眾黨一個動作 就把黃國昌帶離現場 而說到民眾黨活動 當然也少不了四茶茅 我覺得就是要喊國會改革 可是他們現在加起來 藍家板應該是 國會的大多數嘛 如果他們真的想要改革的話 我相信就是他們應該就是 立刻馬上現在做好不好 你們畢竟你們過半啊 現身草民集會行動來踢館 場外獨派團體也高舉旗幟抗議 繞著集會現場就怕衝突發生 大批警力包圍阻擋不讓民眾黨集會出現衝突 TV變成留意志撞聲台北採訪報導 接著來關心俄烏情勢 烏克蘭的第二大臣哈爾科夫 10號開始就遭遇了俄軍大規模的攻擊 逐步逼近沃爾城斯克 路透社就報導指出了 俄軍企圖是開闢一條新的東北戰線 要以小規模的方式突擊 並且拉長戰線 目的就是要分散烏軍的兵力 還有注意力 而鎖定的目標就包括 距離俄國邊境5公里的沃爾城斯克 還有利普齊 而烏軍也正在想方設法保衛道路之外 也出動了有史以來最大的無人機攻勢 派出了80架深入俄國的邊境 還攻擊了當地的油庫和港口 也因此澤倫斯基就說 目前狀況還可以控制 只要西方的軍員一到 就可以扭轉烏東戰場的烈勢 遠方傳來俄軍的炮彈聲 烏軍則在叢林裡嚴陣以待 還有俄軍冒充鄰近的部隊 想要靠近烏軍陣地 卻遭到烏克蘭軍人開槍 烏軍從5月10號開始 對烏克蘭第二大臣哈爾科夫 發動大規模攻勢 儘管烏軍一直把戰線維持在哈爾科夫近郊 不過幾乎每天都有炮彈 會落在哈爾科夫市區 這處住宅區就在當地周六遭到轟炸 造成五人死亡包括兩名兒童 烏軍在哈爾科夫戰線陷入苦戰 主要原因還是因為美國的軍員 遲遲不來 目前俄軍正利用西方軍員抵達烏克蘭前的 就連北約前秘書長拉斯穆森也樂觀看待 烏東戰局認為只要軍員能抵達前線 烏軍就能發動反擊 拉斯穆森還建議美國應該像援助以色列一樣提供烏克蘭防空系統的援助 並解除所有的武器系統限制 讓烏克蘭有能力反擊俄羅斯本土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只是俄軍大動作進攻烏克蘭東北部的哈爾科夫 還接連攻下了烏克蘭邊境的九座村落之際 俄羅斯總統普欽卻聲稱 俄軍會進軍哈爾科夫並不是要奪成 那他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我們請婉柔來說明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攻擊可以說是從來沒有停止過的 先來看到這張地圖 白色的部分是烏克蘭的領土 而至於在紅色的這一塊 是俄羅斯在5月10號以前 已經佔領烏克蘭的區域 不過在5月10號到15號這一段時間 俄羅斯聲稱他們又佔領了一些烏克蘭的區域 就是在這一塊 也就是說他一直在往這個哈爾科夫 這裡來前進的 俄羅斯的軍隊說他們在經過幾天的進攻之下 已經奪下了9個據點 而且是攻擊下沃爾城斯克逼近哈爾科夫 哈爾科夫可以說是烏克蘭的第二大城市 根據外媒BBC的報導 俄羅斯的總統普欽就表示 但是他們現在是沒有計畫要奪取 烏克蘭的第二大城哈爾科夫的 為什麼這樣講 普欽的意思是說 其實他們為什麼會攻下這個地方 是因為烏克蘭的軍隊一直在攻擊俄羅斯的貝爾戈羅德這個地方 而這個地方也接近他們的市中心以及住宅區 所以這一切 俄羅斯進軍烏克蘭東北部的哈爾科夫 只是為了要保障俄國的安全 要打造一個安全區 哈爾科夫戰況緊張 烏克蘭也承認局面嚴峻 不排除俄軍會發動規模更大的攻勢 而西方專家就分析了 俄軍有可能會假裝攻擊哈爾科夫 不過實際的目標是東部戰線的恰索夫亞爾 也要藉此掉虎離山之際 一發現俄軍行蹤 駐防在這片陵圈的烏克蘭官兵馬上就戰鬥位置 朝俄軍所在的防衛開火 烏克蘭國土防衛旅宣稱 一支人數不詳的俄軍越過邊境 出現在沃爾昌斯克周邊 雙方正面遭遇展開激烈戰鬥 根據防守部隊回報的消息表示 俄軍除了使用輕兵器之外 還對烏克蘭據點發射的槍榴彈及火箭彈 試圖奪取這個陣地 不過烏克蘭部隊也歡迎顏色 向俄軍投擲手榴彈 阻絕他們的推進 烏克蘭軍方表示 經過十多分鐘的戰鬥 部隊成功擋下俄軍的攻勢 但也坦承 這裡的情況依舊非常嚴峻 烏克蘭情報單位指出 俄軍使用小部隊多入試探的方式 從哈爾科夫東北方到正北方 戰開行動 目的是在摸底排查守備部隊 介意掌握烏軍在此地的整體戰力 《紐約時報》引述烏克蘭情報總局局長 布達諾夫的說法 研判俄軍至少集結了 3到5萬名的兵力 上千輛坦克級裝甲車 還有好幾百門各式火炮 配合空中及遠沖火力 打擊原本被視為是緩衝區的灰色地帶 法新社的報導則說 俄軍小單位的戰鬥偵察行動 已經在兩個主要目標區取得部分進展 其中在哈爾科夫北部的利普齊方向 奪下了包括斯特里列恰在內的6個城鎮 另外在東北方的沃爾昌斯克地區 則控制了奧吉爾財委 加進蟹和普列捷尼夫卡等三處高地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俄羅斯反倒出其不意的 在邊境地帶開闢新戰場 軍事專家從三個方向分析 會讓俄軍做出這個決定的可能原因 在於哈爾科夫是烏克蘭攻擊 比爾哥羅德煉油廠或住宅區的指揮中枢 也是基辅藏匿兩支 反普京武裝團體的主要駐地 對於烏克蘭在邊境發動的反擊或襲擾行動 莫斯科方面決定不再容忍 藉由這一次進攻以並處理 既能對邊境民眾有所交代 又可以造成烏克蘭的恐慌 是一舉兩得的策略 其次是發動哈爾科夫戰役 能夠為俄軍的北方攻勢打下基礎 如果烏軍沒有太強烈的抵抗 剛好給了俄軍在這裡建立橋頭堡的機會 同時佔領邊境一帶的村鎮 如果烏克蘭決定固守哈爾科夫 那麼俄軍就可以順勢牽制住烏軍 削弱烏克蘭在其他戰線上 調動部隊的力量 第三是激化區域緊張情勢 盡可能在這個戰區 消耗西方新一波的援助資源 畢竟烏克蘭無法承受 再度失去哈爾科夫的後果 想要保住第二大城 只能犧牲某些陣地 讓出部分戰線 不讓烏軍得到喘息的機會 是近期俄軍常見的戰術伎倆 畢竟烏軍有好幾支主力坐在單位 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輪替 不但官兵們感到身心俱疲 部隊士氣也在下仗之中 不得不說俄軍就像是酸痛貼不似的 纏著烏軍 確實讓守備部隊長進苦頭 不但如此 這支部隊還要擔任無人機空中偵察 搜索敵情的工作 預防俄軍突然發動的攻勢 要保全恰索夫亞爾 確實是一件相當堅決的任務 俄軍想要佔領這座重要的戰略堡壘 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恰索夫亞爾的戰情不容樂觀 在阿富迪福卡外圍的情況 也沒有好到哪兒去 在一連失去奧切列紀念 伯蒂奇和謝明林福卡之後 烏軍正在烏曼斯克和俄軍展開城市戰 烏軍聲稱打退俄軍好幾波的攻勢 不過俄軍則宣布 烏曼斯克的防線已經崩潰 俄軍先頭部隊正在城區和近郊 掃蕩烏軍殘捕 幾支掩護大部隊撤離的烏軍 試圖以有限的兵力阻止俄軍的推進 以便替其他單位 爭取更多退出戰線的時間 不過北加薩現在是炮聲隆隆 以色列軍隊是持續進攻當中 甚至還針對了加薩的北部城市 賈巴利亞進行了巷戰 在空襲還有坦克的炮擊當中 24小時內發現了至少93具遺體 當地人還指出乙軍蓄意摧毀了住宅區 還有商店等等 而巴勒斯坦的民防部也證實 乙軍的猛烈轟炸 讓民防單位是沒有辦法進入的 恐怕瓦利堆下還有更多遺體 而當地居民也聽從命令向北海岸移動 只是聯合國的人道主義辦公室發言人就說 他們根本沒有安全的路線還有目的地 但現在有消息指出 以色列戰時內閣的成員之一似乎在造反 要求納坦雅胡6月8號之前要公布加薩的戰後方案 拍片動員號召全網抵制美國模特爾卡利 最近成了美國網友的眼中釘 就是這句話跟金惠帝何不食肉迷有異曲同工之妙 網友指控卡利刻意諷刺加薩飢荒現況 還說要送他上數位斷頭台 讓廠商拒絕贊助斷了卡利的經濟來源 這類對立反制正在歐美如病毒式發酵 加薩衝突起個多月 以色列國內對納坦雅胡政府越來越不滿 台拉維夫週末又有反政府抗議 以色列警方卻用強烈水柱驅離 讓美國和英國大使都看不下去力挺仁智家屬 就連以色列戰時內閣部長甘茨 現在也追隨民意要求總理納坦雅胡 禁訴制定加薩戰後方案 他甚至不惜動用請辭下達最後通牒 甘茨提出六項戰略目標 包括救回人質殲滅哈馬斯 確保安全掌控巴勒斯坦領土 建立國際共治的政府等等 因為甘茨被視為納坦雅胡的最大政敵 他這次俠民意逼宮 納坦雅胡也不甘示弱 回嗆這是不明智的威脅可能重傷以色列 TVBS新聞 而現在以色列就面臨了 內外交迫的命運 看在以色列情報機構前局長 也是現任國會議員巴瑞克的眼裡 他說以色列在這場戰爭中 是儼然落敗的 他還有哪些看法呢 我們請婉柔帶大家了解 再來關心以哈戰爭的最新進度 為了防止哈馬斯的勢力重新集結 所以以色列的軍隊最近是再次的突入 進入了加薩北部的區域 不過外媒路透社就指出了 乙軍不只重新進入了加薩的北部 其實還佔領了南拉法的部分地區 也就是以色列的勢力 又在加薩這裡來了 甚至還往難民這邊來攻擊的 這也讓這當地的很多救護團隊 就說他們想去作園 但是卻跑不過去 但現在的戰爭到底是對誰有利呢 來看到這一位的 他叫做巴瑞克 是以色列的前情報局副局長 現在也是一個國會議員 他自己就說了 以色列在加薩的戰爭落敗 他認為其實再打下去也是徒勞的 為什麼他認為現在以軍是居於劣勢的 認為說第一個當然是清剿衛國 這個哈馬斯其實還是並沒有被剷除的 當然以色列這裡是損失了相當多的兵力 在外交上面也受挫 但對國內的影響就是經濟衰退 不過北韓似乎有新武器可以用了 北韓官媒宣稱 人民軍自行研發的全新戰術彈道飛彈 在金正恩的指導還有監督之下 測試相當成功 不過日本回應不構成任何威脅 南韓也認為只是在進行軍事大外宣 北韓17號在射飛彈領導人金正恩親自盯場 一張臉笑到何不龍嘴 為測試自行研發的新飛彈系統 向日本海發射樹枚飛彈 官媒宣稱試射相當成功 只是日本政府的看法似乎不太一樣 日本專家研判飛行距離可能太短 在經濟海域外就墜落 北韓近一個月首度試射 是實驗還是刻意挑釁 恐怕只有北韓自己最清楚 而針對美國最近把北韓列入反恐怖合作國家 北韓隔空開嗆跟美國沒什麼好合作的 金正恩妹妹金與正也透過官媒再批美國造謠 反駁美國強調沒有軍援俄羅斯再批一切都是南韓的陰謀 而北韓的大動作還不只研發新武器 還記得他們先前有一首是寫給歌名叫做《有愛的父親》 是要向領導人金正恩致敬的歌曲嗎 現在有了新版的國歌說是要喊南韓切割 因為過去南北韓的國歌都叫做《愛國歌》 北韓歌手舞台上慷慨激昂 整個平壤街頭滿滿全世人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不僅清零現場 更難得開金口跟著音樂哼唱 因為這是北韓的新國歌 名叫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國歌 北韓國歌從旋律到名稱全改了就需要和南韓切割 原來過去南北韓國歌都叫《愛國歌》 北韓急遇劃清界線繼續用北韓方式大內宣 新版國歌曝光後這一首《有愛的父親》也跟著發行 從歌詞到MV不難想見就是為了金正恩而做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最新的國際消息 根據美聯社引述伊朗電視台的報導 伊朗總統萊西搭乘的一架直升機 稍早在首都德黑蘭西北方600公里處迫降 目前是還不確定萊西本人是否有受傷 不過當地天氣狀況相當惡劣 救難人員也正在趕往現場 有任何罪性情形也隨時會為您掌握 接著要看到的是大家都知道 平民美食麥當勞通常都是荷包的救星 但現在美國一份大麥克套餐 要加17.6塊美金 之後台幣570元 銜見美國的通膨壓力多麼高 一份最基本的大麥克餐 現在對很多美國民眾來說 恐怕是越來越吃不起 因為在美國康乃迪克州 一份要賣17.59美元 相當於台幣570元 民眾是又氣又無奈 以往被視為是荷包救星的麥當勞 越賣越貴 一片薯餅要賣100台幣 還不如去吃餐廳 通膨推升下美國外食餐費大增 比起去年漲了4.2% 現在的速食價格還2019年相比大漲33% 這讓麥當勞上一季的銷售 出現兩年來首見下跌 真的是貴到下跑消費者 對麥當勞更不利的是 主要的對手 Wendy漢堡和漢堡王 早就推出了5美元的低價套餐 可以說是美國速食業的5美元廝殺戰 Wendy漢堡更在早餐時段 還推出了3美元套餐 完全是瞄準高通膨時代下消費者的痛點 傳出為了挽救來客律 現在美國的麥當勞也要跟進 推出5美元低價餐 儘管還不確定全美超過13000間的麥當勞門市 有多少會願意跟進 但是麥當勞的轉向 凸顯出一般民眾的消費壓力 現在花錢都是資助比較 包含旅遊 尤其很快就要迎接暑假旅遊旺季 現在美國的交通部要查 有多少主打點數換里程的航空公司信用卡 廣告不實 就連美國交通部長都坦言 自己也會去注意航班里程數 到底能不能換的划算 但現在問題是很多信用卡 針對累計里程的兌換限制重重 甚至有直接撤銷優惠的 痛批業者讓紅里縮水 喜喜喜喜喜喜喜之下 不只優惠小確信沒了 還有人得擔心自己工作不包 而且還是一群老師 從美東到美西都看到教師走上街頭 因為美國聯邦政府在疫情期間核准了1900億美元預算 今年9月就要到期 迫使部分學校必須裁員 在紐約的漢堡學區以及全美第二大學區 也就是洛杉磯市區 都已經有家長擔心可能壓縮教育資源 而學校也可能因為預算不足解併老師 這其實也和通膨有關 像是健保費用高漲 事實上就推升了美國三月通膨 如今學校也因為通膨跟少子化收支失衡 擔心可能會引發新一波教師出走潮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根據最新的統計 過去這七個月內 非法入境美國的中國公民 就超過了27000人 打破了去年全年的總和 預計今年數量可能比往年暴增23倍之多 對此美國的眾議院就召開了聽證會 議員們也坦言 他們擔心美國的國安風險可能會增加 美國加州邊境聚集大批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 隨著越來越多人湧入 這些例行作業成了邊境巡邏隊的日常 由於一次只能帶走250人 警察得靠手腕袋子的顏色區分離開順序 這些非法移民必須丟棄後外套 只穿單薄上衣搜身後才能上車 這些中國公民翻山越嶺 除了砸重金也冒著生命危險 像是途經墨西哥時就可能被搶劫綁架 或警察要求行賄 但即使旅途艱險 他們仍一心嚮往美國夢 根據統計 非法入境美國的中國公民人數 從2022年的1970人增加到2023年的24048人 暴增超過11倍 光去年10月到今年4月 已有27496名中國人非法入境 打破去年總和 按照這個速度 今年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數量 將比兩年前增加23倍之多 美國國會眾議院國土安全事務委員會 16號舉行聽證會 擔心將埋下嚴重的國安隱憂 拜登的移民政策引發美國人強烈不滿 隨著大選逼近 中國非法移民問題 將成為兩黨攻防的重中之重 TVB新聞綜合報導 CNN就曾經在美墨邊境訪問到一群中國人 透過人蛇集團從厄瓜多入境 準備偷渡到美國 而為何會選擇冒險 他們說在大陸窮到怕了 而這背後也隱藏著一條龍式的服務 在厄瓜多就有上百兼業者 都在做偷渡客的生意 收費9000美金起跳 一看到媒體鏡頭 一大群大陸人全都湧了上來 七嘴八舌的問CNN記者 現在他們到底人在哪裡 答案是在和美國加州警鄰的墨西哥邊界 他們全部都是想偷渡入境美國的非法移民 有人說在中國是窮怕了才離鄉背井 儘管個人原因大不同 但是大家走的路是一樣的 一問才知道全部都是從厄瓜多入境 就像是從中國大陸直接打包送過來一樣 揭開了背後這驚人的走線偷渡模式 一入境厄瓜多首都基多的國際機場 就看到司機滑著手機等著接人 大批的華人旅客沒有笑容 全都一臉緊張 要求不准拍到臉 因為偷渡之旅才剛要開始 CN找到在當地的旅遊業者 直擊偷渡客的第一站 是還在舒適的Airbnb 他們會先在這裡住個幾天順便上課 完整的偷渡一條龍就像中文獎益收八手教學 這都包含在這套偷渡的團費當中 一般來說9000到12000美元算是最低階 含機票 住宿還有前往邊境的公車級交通費 2萬美元以上就享有頂級待遇 直飛美墨邊界 還有巴士跟沿途經過雨林的快捷票費用 在厄瓜多有多達上百間的Airbnb業者 全都做中國偷渡客的生意 連超市都賣大陸商品還能為幸支付 瞞著家人放棄中國大陸逃亡美國 這位年輕人說出他的苦 直言在中國大陸活到厭世 連有錢人財富都縮水 那中低階層更不用說了 儘管大陸才在兩會中宣布 今年GDP目標是保五 但是連總理李強都坦言 這可能不容易 對經濟的悲觀讓這一批又一批的大陸客 前鋪後繼 CNN記者搭上了偷渡巴士 這一趟車程四小時要前往厄瓜多北部圖爾坎 之後他們要從這裡包計程車前往美墨邊境 這是屬於VIP的待遇 因為看看其他的中美洲偷渡客 沒錢只能用走的 大陸偷渡客卻是包車直達 兩個禮拜內快速穿越了五個中美洲國家直奔目的地 這位年輕人和美國只有一牆之隔 但是他還必須要等待放行 近年像這樣的偷渡客 去年飆升到三萬一千人 比過去十年加起來還多一倍 冒險逃出中國奔往美國 他們還要尋求政治庇護 靠著這樣的走線偷渡 追尋他們的美國夢 美國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 以色列和他馬斯究竟何時會停火 78人死亡 至少11.5萬元無家可歸 身穿防彈衣 加州警方向示威者發射橡皮子彈 眼前的景象是我們期望的未來嗎 第八屆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 靜靈 靜安 靜地球 您的文字頂上 來看這是惡作劇還是真的不小心的呢 有女駕駛才剛把車停進機械停車格裡面 人都還沒出來 卻有另一台車的駕駛按鈕送她下去 導致女駕駛連人帶車困在底下 駕駛方範速度倒車 因為角度很窄 沒辦法一次就進去 於是往前開 調整好方向再慢慢後退 仔細看白車後車箱似乎也忘了關 好不容易把車停好 這時出現另一輛黑色轎車 駕駛一下來直接到操控台按鈕 下一秒機械車位立刻下降直到看不見 但白車駕駛人還困在裡面 男子似乎發現呆劑大條啊 跑回車上一次拿了手機就離開 明明升降就在眼前 怎麼會沒看到人 如果站在車道上從這個角度看過去 就算地下室光線再昏暗 透過擋風玻璃 還是可以看得到駕駛人 到底有沒有在車內 事發在17號晚上8點多 機械式停車場地點疑似在高雄 黑車駕駛當時停在轉角等待車位 不確定他是不是也要停同一個位置 只是白車車燈還亮著 代表車子還沒熄火 照理說男子有看到 為何要把女駕駛關在裡頭 恐怕處罰 是不小心還是惡作劇 影片流傳引發討論 律師說這種行為可能有刑責 只是停個車駕駛眼前從明亮到全黑 恐怕心裡也想著怎麼會這樣 其實機械停車位通常都是專人操作 避免誤觸 而類似像這種狀況 常常發生在住宅社區的機械車位 不過要是真的受困 建議可以按喇叭 或是用手機對外求援 停車場工作人員按下按鈕 機械車位才會啟動 當然人得先下車 但要是車還沒完全停好 或有人站在危險範圍 就會出現這種警示音 機械車位也會暫停運作 一般來說收費天廠的機械車位 得由工作人員用鑰匙才能運作 不會讓不熟悉的民眾自己動手 就容易發生意外的 多半是在社區大樓內 先前就有民眾還沒下車 被升上去 甚至有人從窗戶爬出來 相當危險 類似案例層出不窮 但不管是往上還是往下 人困在車上 到底該怎麼辦 要是真的不幸受困在機械車位上面 趕快搖下車窗 向外面的人呼救 甚至按喇叭 提醒誤觸的民眾 你人還在車上 停好車可以先把大燈開著 提醒裡面有人 要是真的人還沒下車 車位卻啟動 除了對外呼救之外 按喇叭按到有人注意到為止 通常誤觸的人都還在附近 或拿手機對外求援 只是在地下室可能通訊不良 但最重要的 別自己爬出車外 危險性高 更可能導致其他意外 原則上他只要坐在車子裡面 像這種曲折車位 原則上他不動的話 他人會在上面 基本上是安全 他不要突然自己跳下來 或開門下來 其實是還好 發現人的話 我們可以馬上把它降下來 另外如果像是這種停車塔 若是公務家單位管理 都會有專人在場操作 會先確認人都出來 才會啟動較少有受困的情況 只是寸土寸金的都會區 也越來越多住在社區 會蓋停車塔 建議也得有專人管理比較安全 TV的炫物直線管理太不動 這更細耶 我們就用寒天去做 完全就像布丁的口感 一個N牆 然後這麼多肉 50塊 它是一顆 入選之恩 美食之醉 它的肉也煮得很厚 拉...兩邊拉... 我剛剛要唱歌好了 很香耶 每一格卡片 剛剛它出來了 它氣打開喔 對 好濃喔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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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還有兩隻 在桌上 奧武島它有叫 貓咪島 是 牠在跟你說話耶 你好 牠在過來了 牠在過來了 牠在過你耶 牠在貓咪 好可愛喔 你就是在貓旁邊 就變得好帥喔 還是 每週六晚間八點 TV便是四十二台 演員們的旅行 幾短褲正夯 準備出門蠟一波 這個是要去拚輸贏喔 夜店啊 它就是規定 你一定要穿這樣 它代表那種精神 這些都是我其實在國外 就是跟我戰鬥過的衣服 非常多的精品 都除了這種氣球褲 然後就可以這樣搭配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媒 是飢餓醜怪獸的妹妹 飢餓美怪獸 我要 我要吃 天菜就這樣吃 就這樣美 就這樣打倒你 探索美食的秘辛 是富二代的使命 擋路的怪獸 看著 謝謝時尚戰隊的新成員 地球要再次完美的被拯救了 時尚玩家 狹小巷弄擠滿老舊公寓 平均屋林落在四到五十年 建築多處牆面斑駁 鐵窗欄杆生鏽 泛黃的Jerry棚藏不住 歲月痕跡 緊鄰的社區大樓形成強烈對比 新北市永和有不少老房子等待都根 我們的意願大部分都很高 尤其經過地震以後 幾乎住老房子的人 尤其是家裡有老人的 更覺得很過切需要 你都絕對不准 他每天收黃書 他幹嘛跟你督根 住戶考量不同 根據統計 新北市境內督根總申請數 多達1502件 而這當中只有946件核准 光是永和地區就有128件申請 82件核准 張剛維創辦的畫幅建設 一度申請新北市永和區頂溪一帶 其中一件獨根案 預計將四到六層樓的老宅 改建地下六層到地上34層的高樓社區 戶數也從85戶擴增到584戶 但是住戶沒有達成共識 去年五月計劃就被駁回 而目前引發關注的 也被認為是許多建設公司想參與的 新北市最大規模公辦獨根案 是針對永和大城地區 三月份才初步開始整合 佔地4000多坪 開發規模高達600億 永和地區與台北市僅一橋之隔 人口密度高建設需求增加 獨根商機大 但想順利獨根 還需要與居民溝通協商 DBS新聞事件人蔡新宇 新北採訪報導 怎麼搭計程車卻是鼻青臉腫的呢 有女乘客她說她搭計程車 問司機為何繞路 卻被司機吼下車 驚慌之餘趕快坐上別台車子 還被司機未遂毆打 乘客搭計程車抵達目的地 還沒下車 後方又一輛小黃也停下來 駕駛下車往前走 卻直接打開右邊後車門 揮拳毆打車內女乘客 邊打邊咆哮 指控對方沒付錢 越講越氣 甚至快把人拖出車外 載客的小黃司機也被嚇到了 怎麼有人突然開車門 毆打我車上的客人 趕緊上前勸阻 女乘客的朋友也趕來 上前阻擋對方 警察也來了 案發地點在台中市太平區政府路上 女乘客說5月15號 她透過手機APP叫車 路上因為詢問計程車司機為什麼繞路 卻被對方吼回來 還要她下車 女乘客指控是計程車駕駛自己吼她下車的 卻還追上來打人 害她頭部手部多處挫傷就醫治療 驗傷過後也到警局提告司機傷害 TVBS新聞黃國軍 賴中人紅採訪台中採訪報導 轉換心情來看看台中親子音樂祭週末登場 邀請超人氣卡通粉紅朱小妹 還有弟弟喬治獻生 湧入上萬人在台中公園一起看表演 喬治獻生孩子們向前衝 謝謝 謝謝 台中市舉辦親子音樂祭 首度遺失到百年歷史的台中公園 副市長帶著小禮物出席也被團團包圍 去年辦的時候已經很成功 大概參與的這個親子們 有超過一萬六千多人 那麼今年第一天 現在才剛開始就已經超過一萬人了 卡通明星佩佩跟喬治在台上帶動跳 台下的小朋友們聽到熟悉樂音身體跟著擺動 搖滾區內能跟佩佩與喬治近距離互動 搖滾區外有不少爸爸的肩膀 都變成孩子的看台座位區 距離再遠也不怕 台中親子音樂祭5月是89兩天登場 不只有文創及小農事集 還有親子遊樂設施體驗 小朋友們跑跑跳跳放電一整天 TVBS新聞廖文漢洪在台中採訪報導 溫貴賓你看看手工的 好 我覺得這個 女的嘴巴 不知道 這一碗 因為叫文大念 他人如其說 他人如其說